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机师阿凯 我是机师阿凯 机师上班的时候不是一来到机场 就马上跳进飞机 然后直接起航的 有看我Vlog的朋友也应该有注意到 我们要下载飞行计划 检查阅读 看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 什么特别的信息 还要计算油量 重量这一系列的动作 其实根据不同航空公司 机师需要做的事项会有所不同啦 比如说一些航空公司是 没有千派员的 机师必须提早到机场 自己设计flight plan 然后再成交到空域管制员手中 也有一些航空公司会聘请专人 为机师代劳 机师来到机场后 千派员会负责给机师汇报情况 机师的工作只需要决定拿多少油而已 那我的航空公司 算是中等啦 一部分有人帮我做 一部分要自己做 今天我们要回答 Jason Kim和CZ这两位朋友的问题 没错又是你 我们大概会顺着大家提问的次序来编稿啦 谁叫你一次过问这样多问题 没有啦是好事 欢迎大家踊跃的留言起来 CZ问我们 operational flight plan是不是有千派员策划的 即使向千派员拿OFP的时候 他们会告诉我们需要注意什么吗 weight and balance是不是也是千派员的工作 Jason Kim 者问我们 Can you explain about NOTAMS and MEL Are they used often 其实我原本也打算把计算有量的细节 加在影片当中 结果发现太长了 过后又把它取回出来 我们就先尊重在这几个问题啦 还没有订阅我的朋友 还是第一次来到机师阿凯频道的朋友 麻烦你们帮我点击一下订阅按钮好吗 已经订阅的也请你们顺着帮我点一个赞 谢谢你们 CZ的问题我在开场的时候大概聊过了 是 大部分的OFP都是由千派员准备的 但一些少数的航空公司可能需要 机师自己策划我们的飞行计划 我想一定有很多人好奇 到底所谓的飞行计划长什么样 这是我们填写飞行计划的表格 这张表格中我们必须填写一系列的资料 包括飞机的登记号码 航班编号 所采用的飞行规则 飞机型号 起航点 起航时间 巡航速度 巡航高度 选择了航线 目的地 后备机场 总油量 总人数 等等有关飞机的详情 这张表格在填写完之后 是必须成交上去给空域管制员的 他们会透过表格上的资料 与其他有关的单位协调 安排我们的航班 确保一切顺利 航空公司一般上 不会真的一张一张表格填写啦 毕竟我们一天有数百趟航班 我们通常都会有比较简化的电脑程序 帮助我们处理这些细节 但是电脑程序需要用钱购买嘛 如果是小型航空公司 可能他们一天就只有两三趟航班而已 他们觉得没有必要购买这样昂贵的程序 那机师码必须自己填写咯 这张飞行计划与OFP又是两份不同的文件 简单的说刚才这张表格是给空域管制员看的 OFP是给机师参考的 OFP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格式 反正自家公司的机师看得懂就好 大致上该有的资料都会有啦 比如说OFP会给机师知道 每个航点之间的距离 时间和燃料耗量 所以在飞行的当额机师可以比对 比如说当我飞到某一个航点的时候 机上应该需要有两吨油 但我现在就只剩下一吨半而已耶 诶 有问题了 OFP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不同高度的风速 航向和航机 诶 这个我们上个星期聊过了 我们也可以从OFP中推算出我们这趟航班 是否会延误或是找到 基本上你可以说 OFP就是我们FMGS的后备系统啦 这也是它这么重要的原因 没有OFP是不被允许飞行的 以上这些都是打印在飞行计划上 我们看得到的资料 但除此之外 要制定一项飞行计划 还有许多需要考量的事项 比如说我们需要参考 Semi-Circular Rule啦 Cost Index啦 计算我们的Top of Climb和Top of Descent啦 当然还要注意 特别空域限制啦 机场营运时段啦 导航设备是否在线啦 等等 这些我们就要阅读Notem了 所以Jason我们是否会经常用到Notem 其实每一趟航班我们都会用到它 什么是Notem我们等一下聊回来 OFP里面有这样多资料 要准备确实是挺麻烦的 虽然航空公司有专属的系统 协助我们计算和处理 但我们依然需要有一个人 来审查和监督 而这个人就是我们的 千派员 Dispatcher 诶 千派员是有受过训练的咯 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帮机师准备Flight Plan 千派员必须懂得所有飞行规则哟 那我目前的航空公司做例子 机师在工作上是不需要和千派员接触的 千派员在自己的办公室准备好所有资料后 只需要上载到云端上 机师登入系统后可以直接下载和打印 除非有需要更改的地方 我们可以拨电话到千派员那里和他们协商 但这只是个案啦 所以千派员是不会告诉我们需要注意什么事项的 因为我们都没有见到他啊 我个人认为啦 机师自己阅读检查OFP 然后再互相汇报 比千派员直接给机师Briefing来得好 有的cross track嘛 有时候他漏掉什么或者是我们漏掉什么 一般上千派员会把notem连同OFP一起发给机师 notem是notice to airman的缩写 想看notem长什么样的朋友可以到这个网址查阅 诶有趣的是在如何阅读这些notem啦 因为它全部都是代码感觉好像什么高度机密有没有 其实很简单啦我举个例子 这个notem在告诉我们WMKP或是槟城国际机场 从2020年12月26日1700UTC 到2021年3月25日2100UTC 每天的这个时间段跑道将会关闭 所以在这个时间段如果你想飞去槟城 那就不好意思啦 你没有办法降落 除此之外你也不能在这个时间段 把它当成你的后备机场 看仔细一点 1700UTC到2100UTC 是马来西亚时间凌晨1点到早上5点 其他时间你还是可以正常的使用该跑道的 这只是一个机场中的其中一个notem罢了 如果你到刚才那个网址看的话 一个机场可能会有十几个notem 而且我们不只是阅读一个机场的notem哦 起航点 目的地加平均三个后备机场 一趟航班我们就需要看5个机场的notem了 你想像我们一天有4-6趟航班 这还不包括FIR notem咧 十几张A4纸秘密麻麻的代号 可以算是机师每天需要阅读的读物啦 哦对了 我们独家的机师阿凯T恤正在热销当中 还没有购买的朋友别等了 马上到Instagram搜查 endot tendons啊并向他们购买吧 Weight and Balance不是千派员的工作 负责计算飞机重量的是 Lodemaster装卸员的工作 有可能说千派员和装卸员是同一个人 意思是说他一个人有两个执照啦 Lodemaster主要的工作 是确保飞机的重量与重心 能够保持在安全的范围之内 一些航空公司会让装卸员计算好Weight and Balance 再传递到驾驶舱给机师直接输入系统 但也有可能是装卸员把数据丢给机师自己计算 就好像我们这样啦 同样的我觉得这不是坏事啦 虽然我们会比较多工作处理 因为装卸员在加载飞机的时候 已经大概算过一次了 过后他再把数据交给我们计算 出来的结果我们可以互相cross check 最后我们也来看一下MEL 等一下为什么你们俩的问题好像没有什么连贯性的 OFP跟Weight and Balance Nortem跟MEL 都没有直接关系的哦 但这四样东西确实都很值得我们讨论啦 不错 什么是MEL 与天空之城这位YouTuber 有在他的频道中聊过 而且聊得挺仔细的 我把他影片的链接放在Description box 你们等一下可以去按来看 那机师阿凯这边我们简单带过就好 MEL是Minimum Equipment List的简称 顾名思义这份文件会告诉 机师哪一个零件坏掉飞机可以飞行 当然有时候会有附加条件啦 举个例子如果Kongba A320的加压系统 Pax在地面上坏掉的话 你还是可以单靠一个加压系统飞行的 前提是你的Speed Brake要能用啦 然后再加上一堆的限制 为什么Speed Brake要能用咧? 因为万一我们最后一个加压系统也坏掉 机师必须在飞机完全施压之前紧急下降到安全的高度 Speed Brake可以帮助我们达到这个目的 所以它很重要 什么时候我们会用上MEL 当你有零件坏掉的时候咯 官方的答案是在你推车之前 因为在你推车之后我们就算起航了 你已经离开了停机坪 从这里开始如果有系统故障的话 我们可以选择根据各自的紧急程序来处理 这是官方的答案 非官方的答案其实我们在起飞前 都还会参考MEL 就算我们已经到跑道旁等候了 如果有系统故障 我们还是会翻来看一看 只是我们有的选择要不要跟从咯 通常啦 如果我在自家的基地 起飞前有什么状况 我会选择延迟起飞返回维修 如果我在外站 可能我就会按照紧急程序处理 然后飞回基地再维修咯 当然不管哪一个决定都好 安全还是第一位啦 所以你可以放心 这支影片中我们主要讨论了 签派员和装卸员各自的责任 同时我们也讨论了 NOTEM什么时候会被使用 和MEL的细节 希望我有回答到你们的问题 好啦 这一期的影片我们就先聊到这里 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请你帮我点一个赞 然后帮我分享到其他的社交平台上 让更多人看得见 想好我其他影片可以点击这里 或是这里 当然也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我的Instagram 那我们下个星期见 我是吉时阿凯 祝你旅途愉快 对不起 我们下个星期见